一只套多次的防毒面具 旅客行李 什么怪东西都有 但日前美国北卡罗兰纳州的国际机场 出现的这一名乘客 还是令人嘖嘖称奇 超大只的白头海雕 乖乖地站在训练员的手套上 排队过安检准备登机 让周围游客忍不住拿出手机狂拍 连美国运输安全管理职的推特 也po文欢迎这一位希克登机 这一只名叫克拉克的白头海雕 现年十九岁 他来自密苏里州的世界鸟类庇护所 他孵化的时候因为脚上鳞片击袭 没有像其他手足一样被野放 因此成为庇护所的飞行大使 在各地活动中表演飞行 这一次他来到北卡罗来纳州 其实也是为了出差 而回程选择搭飞机引发热烈讨论 华世新闻烂红便宜